三名议员反对本拿比房管局内幕曝光 5月底Burnaby市议会在一次特别会议上 以6比3的投票结果决定继续推进成立Burnaby Housing Authority的计划 尽管有三位市议员反对 他们认为最近的省级住房立法已经能实现相同目标 不需要市政府国外投入资金 Burnaby Housing Authority的结构将允许这家独立的市政公司 像私人开发商一样运作 同时建设急需的可负担住房 尤其是租赁住房 这三位反对的市议员分别是Burnaby Citizens Association的Pietro Calendino Saf Deliro和Ron Burnaby的Richard Lee Colendino在会上表示 他担心省政府的新住房立法带来了不确定性 并指出相关报告中存在许多危险信号 他建议将成立计划推迟一年 Saf Deliro认为 随着省政府开始提供更多可负担住房 住房管理局的需求已经被抵消 他建议将该计划简化为一个内部市政部门 负责管理和购买可负担租赁公寓 然而市长Mike Hurley和大多数市议员对延期表示反对 Hurley指出市议会对任何借款有最终批准权 并表示支持通过商业计划减少成本 市议员Alison不也表示 我们在住房问题上已经拖延了几十年 现在是时候赶上了 根据市政府的计划 Burnaby Housing Authority将在未来几年内 获得200万加币的年运营费用 47.5万加币的一次性启动成本 以及1亿加币的融资 目标是通过自身收入实现自己自足 据Rentils.ca的最新报告 Burnaby的租金在加拿大排名第二高 为了实现其住房目标 市政府表示 在未来需要大约5700套新租赁住房